今天沒有去好遠地方了,留在市中心了 留在中華,留在半生,去了香港動植物公園走 因為我去看一個藝術的東西,去到今年6月30日的展覽名叫做蟹后市中心 市中心是城市的市,森林的森,就是蟹后城市中的森林 做了幾十年人都不知道,原來堅島都有入口,很方便 因為我住上環,過來這邊就會,在堅島入得比較方便 進來這邊就是一個動物區,就是鳥獸區,很方便 香港動植物公園,另一個名叫冰頭花園 是香港最歷史悠久的一個公園,坐落在一個金融中心 一個商業中心的特別,裏面有花草樹木,有著者看,有動物看 爬蟲類動物,甚麼都有看,是城市中的綠洲 這次這個蟹后市中心的公共藝術項目 是由香港動植物公園的歷史,集體回憶,文化想像 和自然身體的角度出發,透過不同媒體藝術創作 而呈現出來的,一共有17組藝術作品參加 從來跟以前的各種綠色會有限 抗互相的額,一共有100組藝術 一共有1個百分之間,一共有10組藝術 這次這個蟹後都會有10個綠色的 這次的蟹後領執伴去一共有20組藝術 除了一共有20組藝術把這次的蟹後面 在這裡,一共有20組藝術的統統治 和這次蟹後面,這次蟹後面 在這裡,我最有20組藝術的側角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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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可以吃吧 很辣耶 我来我来 我可以吃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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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空可以過來逛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